M9在天津站就有这么一个女乘客心挺大 把自个儿的行李落在角落里边上附近买东西去 一名男子呢看到角落里的行李没人看管 顺手牵羊就把女乘客的行李啊 这个全都推走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1月14号天津站这些民警接到旅客丁女士报警称 他随身携带的两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不见了 对此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 当天丁女士来到天津站售票厅后 将自己的行李物品放置在了角落里 就到附近购物 两分钟后 一名男子来到丁女士行李附近 观察到附近无人看管 并将丁女士的行李物品拖走离开现场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珍某 发现该男子已经离开天津站 随后在嫌疑人珍某回家的路上将其抓获 知道为什么找你吧 知道知道 等我找一下 知道知道 因为喝酒那咱东西 在天津站 珍某告诉民警 自己当时喝了酒 一时脑热就盗走了丁女士的行李物品 随后民警将珍某带回派出所 做进一步处理 目前珍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今天就来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